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付诸的意思很深很差 礼为洪传 要认真努力去弘扬 这个道徒奖经这是弘扬 传世教学 夜代夜代地传下去 不能叫它终断 洪传 我们在家出家 四众弟子都有的人 世尊当年在世 定型已经结束了 洪传不错 是出家人的重要任务 也是首要的事 否则的话你出家干什么呢 修行在家人 一样修行成就 在家人等觉菩萨 成佛的多的是 成佛成等觉 不一定要出家了 出家就是要 是佛毁命 换一句话说 出家人就是这三句话 立为洪传 敬未来即不令断绝 我们是为这个出家人 那么出家要做不到 这三句 那就是我们有过失 在家人 有这个因缘者 也要发心立为洪传 从世尊那个时候起 一直到现在 在家居士 纪念到朝 洪传伐 每一个时代 都有这些长者 大德居士出现 他们对于 是佛毁命 有很大的功劳 像近代 清朝末年 明国初年 佛华 确确实实 是在家居士 挽救了 中国 中国出现了洋人山居士 全心全力的洪传 大臣 收集 收集 遗世了的经典 他的学生 欧阳 在南京 创办 支那内学院 传法 培养 弘法 人才 你们诸位同修 晓得 我们佛门里面 太虚大师 太虚大师 也是 内学院的学生 欧阳 敬吾 居士的学生 居士里面 有不少 这个大德 都是内学院 出身 这是救了中国的佛教 在台湾 有黎炳南 老居士 在泰国 有高向如 老居士 每一个地区 都有这些大德 经验道场 讲经说法 培养 学生 今天 我们在此地 李莫言 大决士 他的功德 不亚于 杨仁山 不亚于 李宾南 这都是菩萨化身 不是凡人 凡夫人 他想不到 他也做不到 这是 经里面 所说的 应一 居士 身 而为 受罚 他就信 居士 身 出现了 真正做 红船的 大业 这些人 这些人 要离职 要发育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